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晨 另外是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正所谓 如果我请客的时候 在我饮宴的地方外面有大群乞丐 你又没有搞错 当然了 什么事 怎么会这样的 我正在邀请客人 你走来喝我的客人 或者在这里大呼小叫 你只是踩我台气 当然了 不可以这样的 可能会导致更多不愉快的事件出现 对不对? 如果现在美国各方面 收留你们这群黑暴 很深 要看一看主人的头部才行 对不对? 奇怪 为何这时候有一群黑暴走出来呢? 他们本身也不太知道这些事件 我们现在看到最新就说 他们是特杂的形式 另外他们怎样特杂 怎样搞法呢? 我们拆开另一字才说 现在发生什么事呢? 看到他们干什么呢? 正所谓的 蓝宜室下有黄金 现在他们跪在那里又干什么呢? 对不对? 跪在美国方面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话说原来 竟然聘请了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局长许正宇 刚刚8日展开 美国4日的访问行程 于是这给了一个大好机会 许局长来说好香港故事 被你抓住 说了四天 于是这些黑暴 就相当震惊了 为什么呢? 没有多久前 就着23条立法 美国国会议员 就这样那样 又叫了袁公怡 那些什么 许永廷 这些什么 巴勒鸡的通緝犯 就叫了过去 所以就跟他们说 23条 现在香港就很惨 会支持你们 又怎样 一方面 你又拿我们来做政治的宣传版 说完之后 不是吧? 你掉过头 就去找许正宇 来给他 牙文牙武 说这么多 因此 他们一见到 哇! 立刻不行了 准备一些标语 趴过去 看看有多少人 约望 只有十多二十人 就是这样的 搞什么 那就好弱鸡 示弱 不是示威 是不是? 人又不够 唯有就跪下 是不是? 是弱的 就卖悲情 就跪下 这么搞笑? 你有没有拿个乞衣兜来? 唉 那你这群乞衣 真的很心理烂 人家就看到 芝加哥方面 弄了个晚宴 招待许正宇 还有跟他聊聊天 相关的照片 或者新闻稿等等 其实政府方面 也有出来了 你说有没有提到 这群乞衣呢? 真的没有 一句都没有说过 是这样的? 是吗? 那怎么办? 真可憐 其实美国方面 也不管你们 人家在请客人的时候 你又跑去这样 你又跑去骂人 现在还说另外联结了 二十一个海外港人组织 就在12日的时候 就联署反对 许正宇的访美之限 他今天走了 你走啦 你不反对 白痴 你犯什么鬼队 没有人理你们 这些所谓什么 二十一个组织联署 可能分分钟 又只有一个 一个人开21个群组 就说要二十一个组织 是不是这样 很好笑的 其实是否完全没有 有些人略为知名 他们做了什么标语 写着 Chris Hoy go away 即是叫他滚 有没有搞错 都要看一看主人的面色才可以 即是人家 芝加哥这方面 就搞了满烟 邀请他 那你们就搞他 又说什么 叫人家 go away 你没有搞错 你就go away 你这些人 你这些人在干什么 对吧 在街上 还要 在街上 在街上 要干什么 光时 最恐怖是什么 有亡头蒙面 那些 今天拿着大声公 蹲在地上 叫这些事情 不知所谓 即是还有 要关闭香港经贸办 不知所谓 这些人 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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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你们的说法 不知所谓 现在正常请许正宇来 给他一个机会 说究竟要搞什么 其实在午餐会上 好像说有推介到 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又说了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 也和当地的学者 商界一起说 例如提到 香港的稳定的经营 营商环境 例如一些财富 和资产管理等等 还有提到一些 离岸人民币服务 等等的优势 也说了很多 还有说 香港的什么盛事 可能你说 香港怎么会这样 什么 其实要记住 这些 叫做 经济上的交流 一定会把自己好的牌 拿出来 像玩十三章 那些 哪一副摆头 还有什么 跟着尾 这些都一定要 经济活动上 或者地区之间 大家这些社会 一定要有 记住 这样的话 可以来到美国 去说香港的经济 或者其他合作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啟示 代表什么呢 你们在说什么民主自由 美国支持你们搞什么 要制裁香港什么 又要想什么 来说什么 即使议员 有美国借你们 去抽水 你们其实 是一群乞衣 你们真的很乞衣 真的乞衣 你看他们的款 贵了 乞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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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不会蒙着 你这群人 蒙着面蒙着 你的样子 或者拿牌 遮住自己的臉 跪在那裡 都不知道乞什么 你乞什么鬼 是不是 有时间就不要 出来在那里搅招 是不是 有时间 打多份工也好 做其他事情也好 搞了这些无谓的 没有人理你们 我连看了他们 在社交媒体 他分享的那些内容 好像 这个 抱着张牌 那条帖 在推特上那条帖 得哥 连过百赞都没有 这么搞笑 糟了 没人看 他们做了个不知什么 他们的声明是说什么 我们再慢慢说 他们的组织叫做 call for hong kong 是吗 call for wang 译音 找高高 wang 香港的 高高 wang 有call for wang 挺有趣 他做了call for hong kong 不知什么 他们的声明是这样的 为何令他们这么震惊呢 即使23条立法 一个月都不到 竟然安排 特区政府的高官来访美 记住 即使这些安排 不是临时临急 一定是之前已经说好 他们觉得 如果立了23条 是否应该取消呢 他们就觉得 香港通过了23条之后 他们忙着面 所以说话都不清楚 已经令到公民社会瓦解 竟然不够一个月 做安排高官访美 师徒被他们推销香港的经营环境 是不变 但是这个城市 已经在中美紧张关系之下 不断升温 香港万般挣扎 这样 枯紧这些外资 即是他觉得 许正宇是来枯包 即是枯着芝加哥这些 等等等等 喂别傻了 什么瓦解 白痴的 他们就没说完 现在许正宇他们来到 都是只不过促请美国商界 重新考虑 是不是继续投资在这个专制的政权 目前来说 香港还有1826人被政治检控的罪名 我们现在很紧急地呼吁 美国绝对不可以成为压逼者 不可以成为极权的帮凶 这样只会带来公众的反感 并且要评估一下中美紧张局势 可能因为许正宇今次来完之后 谈完这些事情 会升级 升级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喂 你不是傻的 这班人真是傻的 这个里面说这些金融 或者这些是当地金融机构 以及一些大学的学者 他们一起说 例如绿色经济 可能说其他的合作 人才来香港那方面 究竟是如何安排 有什么待遇等等 即使你们这些是弃竹 你明白吗 绝对 这个弃竹 你是帮兇 是他们自我放弃的 他自己放弃自己的 没有人理解他们 是他自己放弃自己的 要知道 这班人自己想做乞丐 这班人是 他还反过来说 许正宇是过来枯布 是别人请他来的 如果你说 美国会不会 因为许正宇想过来 接着就让他来 如果你说到什么局势 什么关系 什么 重大经济损失 你自己先也不先 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世 跪在别人的门口 还要自己坐巴士过来 喂 好心烂了 对不对 不是 这班幼儿子都不知道自己 什么身世 学人在示威 不知道示什么很威 你看看有什么威 这么严衰的事做得出 还要放上社交媒体 分享你们有多严衰 这班人真是不知道 这个丑字怎么写 这班人 他们怎样不知道丑字 这十多个人 就是聚集了人家 午餐会的会场 那间大厦的外面 即是你自己 饭都没得吃 人家在锯扒 在喝红酒 在聊天 这些高峰会 人家说得都不知多开心 有头有面 拍照打卡 八次 你们是蒙头蒙面 接着还好笑 他就说 这本货23条通过 这几个星期 许正宇竟敢在美国出现 华府官员和美国公民 应该帮忙大声疾呼 清楚表明 欢迎许正宇和这些专制政权的 香港官员访美 而且 香港公民都没表达民主诉求 而遭到拘禁 香港特区政府还在通缺 在美国居住的香港人 我们现在严正呼吁 美国政府一定要将 许正宇和其他香港官员 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美国总统拜登要发出行政命令 制裁负责打压 香港人的中共和香港官员 促请华府通过 香港制裁法案 和香港经贸办认证法 喂 你是傻的 真的傻 你要指挥拜登出行政命令 不如给美国总统做好吗 他不知几乎 你做吧 给核弹你按一下 炸锹了 中国的南方 禽固了中国 他这么恨中国 对的士梁仲恒的脖子 托了一条锁匙 是的 接着梁飞玲的脖子 托了一条锁匙 然后一起进去 你左右一起按 很可能是这样的 他们几乎的照片 你看他们翻天 白痴很震 白痴 很难以理解 老实说 是人家请他来 什么不受欢迎 都不知道多欢迎 拍了手掌 白痴仔 看到这些人都不知道 很生气 你明明做了套衣 做了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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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也不知道 你们以为自己很威胁 就是羊衰 是吧 你也看到了 要是请他来 就是觉得 为什么有这些事情 你说立了23条 香港很危险 你又帮我们 你连这样也看不出 好像真的看不出 那些人是天真到 是难以理解的 你看到他们的高头大马 应该都成年了 但脑子好像幼稚园 像小孩似的 是天真的 所以这些人是没得救的了 还有最好笑的一句是什么呢 他问为什么 许正宇在美国出现 为什么不够胆 为什么不够胆 那些人 怎么办 你够胆 把头套和黑色口罩 你够胆光明正大见人 你连样子都不够胆出来 你莫说许正宇 不仅是他自己一个 有其他随行的官员 或者其他同事 都齐齐过来 人家有车接送 又有其他不同款待 又有其他不同的讲座 又有其他不同的论坛 要去这么多天 你们似什么 你看看你们自己什么 连样子都不敢露出来 叫人不要 是 说话 什么事 或怎样 哎 坏些说句 你们都自己想想 不要这么大声 人家适当的时候 等于这样 村屋 主人 例如要出街 就放一只狗 在花園里走着走着走着 因为有人走过 你会吠 是吧 如果你夜晚 可能狗狗就回家睡 也可以 免得晚上吵住人 对吧 总之主人要你废话的时候 你就废话 主人要你不要废话的时候 你就不要废话 是吧 做狗也要清楚怎么做 你不是 你现在想做流浪狗 还是野狗 还是什么 如果你要接受 主人给你的狗饭 真的 你这样 这个时候 你去废话 在许正宇 人家聘请人家 的时候 你整群乞衣 是很难受 对 狗也不懂 你狗也不懂 我自己有养狗 有时遇到陌生客人来到我家 他会吠 如果吠 很多时候 我就把他推到一边 然后他就静了 静了之后 他就意识到 他不应该吠 然后我就放他出来 他就没有吠 但是这班人 你看到主人是邀请客人来 你就跑出来吠 是不是 如果我是主人的话 我一定会对付他们 一定会再推开他们 去到一二边 慢慢吠饱他们 是不是 这个是很 但是美国也是有趣的 有得这班狗在那里 不理他 就是连流浪狗 都不理 其实美国有时 那些人做事都是 都可以想想想 那些什么 喪尸之城 都搞不定 何况这些乞丐 对比起来说 这班人已经算干净了 也是 对 对 就是蟑螂与喪尸 那你选哪个 我想大家都会选 不选 见到美国这样 我只能够用个惨字来用 好 那先恭喜这班人 不要回来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